董事长讲过这一句话 这次报道对我们有好评 好评在哪里 你把这出哪给我看一下 他不该赖完了 要整顿是大量整顿 五四前后的荒诞 究竟谁该整顿谁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7日星期二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车 追溯第九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独立自媒体人岳哥 今天是我关注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学生维权的第五期视频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4月23日左右 结束于4月29日 南京人社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纸通告 在善良的旁观者们 正在忘却或者已经忘却 这个事情的节点 我愿意做最后的一点视频分享 一方面来看一看学生们 对这个事情有怎么样的感怀 另外一方面 南京的一位热心朋友 他对南京的中职教育招生 有一定的了解 他介绍了南京的水有多深 有多魂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事实和视角 来回溯在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发生的事情 第一点 事情有怎样的处理结果 学生有怎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根据学生的反应 学校是给到了2016级 护理专业学生们的一个方案 那就是给他们五个学校来选择 但是这五所学校都没有办法来提供 护理专业的大专文凭 学生语焉不详 我就接着追问 这五所学校是哪五所学校 学校的性质是什么 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我左等右等 我等过了五一 我等过了五四 我等到了立下 我一直没有等到结果 学生只是很简单的提到 五所学校的方案和之前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的方案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不愿意再等 他们拿上中职教育 家政专业的毕业证 然后赶快离开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这个是非之地 学生提到的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这一方案 我再做一点小结 其实之前的四个视频也有所提到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张协议 就是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在希望把学生忽悠到应天职业技术学院时 希望透过白纸黑字 让学生们相信 他们有能力帮学生实现 五年制大专文凭的护理专业的授予 我仔细看了这些 已经在南京人设局备案了的协议 突出的感想就是 王中平江苏中宁教育集团董事长 到底是哪来的底气和信心 能够确保学生能够进入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这一所民办高职的 虽然南京应用技术学校这一所技校 和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属于王中平所拥有的资本集团 但是无论是成人高考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通高考 抑或是适用于职业类教育学生升学的对口单招 这题目可都不是王中平出的 这分数线至少都是江苏省教育厅和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划定和公布的 这学生考试还有马师前提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呢 那么王中平怎么就能够承诺学生透过这三个渠道 进入到应天职业技术学院呢 他究竟是在吹牛皮不打草稿 还是神通广大果然能够做到呢 当然王中平的这些协议 没有被南京应用技术学校2016级 护理专业的学生和家长们所接受 所以王中平的能量到底有多大 我们不得而知 再回到学生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透过他们的寄聊和沉默 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 学生和家长们内心的无助焦虑和愤懑 南京一位在教育界工作 负责招生的朋友就联系到了我 非常慷慨地分享了他对南京职业教育的看法 他也提到了南京应用技术学校学生的维权 我和这位朋友素媚平生 我非常感谢他的热心 当然我也得说我不能够百分之百确信他所言都是客观和真实的 但是我觉得监听则明 听一听总还是有好处 因为一些原因 这位先生的声音来源是经过处理的 第一点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吗 我在南京教育界工作主要负责招生 招生的形式有很多 我现在负责的是网络运营部门的网站建设工作 市场模块分为线上线下 线上主要是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 投放竞价词取得排名 然后再通过一系列优惠活动吸引报名 线下是由渠道部门负责 主要工作是同省内初高中学校合作 带过来一个学生 给予老师班主任年级主任或校长一定的补贴 第二个问题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也是王中平旗下的一所学院 请问据您所知 这所学院到底有没有招生五年护理大专学生的资格呢 东方文理专修学院从名字来看 就可以断定为是一所明办职业培训机构 五年护理大专资格 其实不用经过教育部门的许可也可以拿到 因为民办培训机构可以同其他高校合作拿到大专资格 证书是在学信网上可以查到的 第三个问题 三年加证专业真的可以转化变成五年护理大专吗 您感觉中宁教育集团真的有可能操作成功吗 就目前情况来说 中宁教育集团是哪个环节没有处理好 三年加证专业也好 五年护理大专也罢 都只是开办的专业 如果学生或家长认知水平不足 根本分不清这些专业是否真的可以拿到国家认可的相关证书 中宁教育在处理专业流转方面太过粗暴 直接让学生看出了其中端倪 第四个问题 您觉得南京教育局 南京人设局在南京应用技术学校招生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南京教育局 人设局每年都有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划定给地方相关单位的指标 在他们眼中指标大于规定 只要完成指标贸然改动游戏规则也是可取的 第五个问题 南京应用技术学校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和专业 在您看来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前同事去年入职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据他所言 2016级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和专业 可以按照正常解决方法解决 也不必过激 相关证书肯定可以拿到 第六个问题 民办学校招生难 那么公办学校的打压 或者说政策家长认识给公校带来的竞争优势 在民校招生乱局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公办学校打压对民办学校冲突不大 民营学校有上千种话术和方式招到学生 这也是民营学校一直存活 而且办的另有特色的原因 第七个问题 据您了解 像南京应用技术学校 南京东方文理专修学院 应天职业技术学院 这种多所学校 同意老板 同意资方的情况 在南京或者整个江苏省多吗 同意老板 资方 不仅南京有 全国都很常见 民营学习高峰期 比如春招 夏招 秋招 每天广告投放能消耗一万多块人民币 普通企业是承受不了的 第八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您听过或者了解中宁教育集团和王中平吗 听同事聊过 该人政府背景深厚 这是我第五次来关注南京应用技术学校的学生们 在所谓的自媒体人中间 我对这些学生 这些90后的报道应该是比较多的 我试图直接与他们交流 尽可能多的来还原事实来贴近真相 虽然从热度上来说 这个事件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吐不快 一方面确认过眼神 在这些90后的明眸里 我们看到了我们青春的影子 作为过来人 作为所谓的成年人 我们有义务 有责任 去为年轻人的不平来鼓语呼 另外一方面 教育在中国 恐怕是打破阶层固化 实现个人命运转折的唯一的办法了 特别是对普通家庭的普通子女来说 现在这南京的教育 被王中平搞得一塌糊涂 搞得乌烟瘴气 等于就是砍断了这条通途 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个王中平 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个中宁教育集团 道路足且尖 再次把真诚的祝福送给艰难维权的学生和家长们 我们下转发声 еди